Tremper是一个新成立的概念品牌,以手工编织作为品牌发展的主轴。 他们与印度当地妇女合作,用印度传统的图腾作为设计基础,并加以改良, 制作出多款精美又实用的电脑包、地毯等商品外销台湾。 在这样的合作下,Tremper提供给当地许多没有经济基础的妇女工作机会, 让印度的妇女能在手作过程中经济独立,看见自身价值。 2018年的时候我刚搭完毕,然后就是到工作期间有一个空档时间, 我就自己到印度旅行。 这个品牌算是在这个旅行的过程中梦想出来的。 一开始的时候我在印度看到很多不同的手工艺, 然后他们比方说像编织地毯的时候工艺, 然后有一些老人会跟我说,现在越来越少人在做这些地毯。 那时候我听的时候就觉得有点感触, 因为我其实对于手工艺就还蛮情有顿重的吧, 然后觉得他们背后有很多故事,或者是说一些文化,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会觉得, 哎,有没有机会可以跟他们一起做。 才会就是猛发成立这个品牌的情况。 在印度,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很严重, 黄奇又等人发现这样的状况, 于是与当地的非营利组织合作, 希望让当地妇女可以有实现自我价值的管道。 我们后来成立工作坊, 是跟失去丈夫或者是离婚, 或者是没有嫁出去的妇女们一起合作。 然后主要都是没有一些经济技术或没有技术背景, 那我们成立工作坊可以培训她们, 然后让她们在这里制作我们的包包衣服。 与Tremper合作的元老及妇女中, 有一位单亲妈妈, 她常常带着女儿到工作室, 后来女儿考上大学, 一样会到工作室一起工作。 女儿很开心能够自己赚取学费, 也希望未来能像黄奇又等人一样, 将手工艺发扬光大, 同时也提供工作机会给他人, 改变他们的生活。 她会对自己更有自信, 她会更强行自己的力量, 然后她会相信女生跟男生是一样的, 就是即使在社会的制度压抑下, 她是有能力去绽放自己, 去实践自己。 所以我们的目标会是希望 跟我们合作的工作坊, 跟我们合作的编织或者是工匠们, 他们都会更有自信, 然后会深耕这个平等, 或者是相信自己的理念这样, 对,然后进而去影响他们周边。 以旅行作为Tremper的起点, 回到台湾后, 未来黄奇又希望可以再做更多, 不只局限在编织上, 也希望其他的手工技艺 有被看见的机会。 Tremper这个品牌当时候成立的时候, 其实我们的目标跟理想就很大, 就是我们不是只想做印度, 然后我们也不是只想做这个编织, 其实不一定是国外, 也有可能是台湾一些, 可能一些很有故事, 很有意思, 很有温度的手工艺, 那我们有这个能力, 或者说有这个想法, 可以去跟他们合作, 重新设计这样的商品, 然后让它变成我们品牌的一部分。